就是出向我们明中的福报 有没有 无论你找什么老师 和你去改造你的命运 其实是一种助力 是一种助力 重点就是靠你自己 明中有没有有 如果明中没有 我就去努力去投天补救 所以我们首先要知道 明中有没有这样的福 每一个人都清楚了 这个是你的 不是别人的 明白吗 所以你明中有福 你就知道如何运用你的珍惜器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的福报 多少不一样 有些是你宿世 离职来的 有些是今生努力得回来的 清楚吗 所以一个人活在一世间 就是有福报 先教你们 但是有些是注定不能改变的 我们明的时辰八字 出生的父母 兄弟姊妹 这些是不能改变的 不论今天我们以什么时辰出世 所以有些是执日子出世 肯定好命吗 会不会大家想想想 就好日子 今天是吉时吉日 全都很黄了 今天开刀 拿出来了 今天出世了 那是否一定你很明白呢 会不会 那我们出生的父母 就算今生你的父母对你不好 都是自定了 不能改变的 明白吗 包括我们今生的兄弟姊妹 都是自定了 不能改变的 所以这些是我们明中自定的先天 你是同样一个家族 为什么有些是父母那么疾气呢 有些为什么看到你好像是来拿债的呢 为什么有时候你 阿哥啊姐姐啊或者阿妹啊 求阿爸妈给的东西很快就要 那你求十次 为什么得不到一次呢 是不是大家明白不一样 或者父母偏心啊 同样都是自然的 为什么 以前我们的读师就没有钱了 其他读师就有钱的 为什么和家族不同名的呢 所以这些是先天注定的 你就知道自己本身 你明白了 你自己就不要埋怨别人 不是说出世不合时 是我们明中没有这样的福报 所以你明中没有福报 父母就会用这种方式来对待你 所以你明中有福报 父母对待你就友善一点 所以你就知道此一人的名 里面所隐藏的字是什么 记住 小时候有福报就没有洗到尽 很浪费 浪费了但是你大一个出来的时候没有福报 你处处就困难了 做什么都不顺理 想赚钱都加了 清楚没有 所以我们说我们懂得如何珍惜自己的福报 因为一个人的福报不多 很快就要洗尽 我离职就是我储藏时间 你明白吗 意思是我们用世间的角度来说 洗钱是不是很快 赚钱有成个二战赚回来 所以我们福报 洗的时候是不是很快就洗光了 我们慢慢离职的是不是一段时间 所以我们说 要如何珍惜自己呢 福报留下 因为一个人没有福报 命就会结束了 一个人有福报 寿命会延长 所以福报很重要的你知道吗 你有福报 你看医生我都会移到 明医我 如果没有福报 如果没有福报 进去大医院都被医死了 很重要的 所以没有福报 那么多医生来巡房 医不好你的病 等一下再开刀 割医到割那个 割那个客户死了 如果你有福报 然后医生巡房 立刻开刀 你又搞定出现了 看医生也有福报的 你知道吗 是事实的 你自己看好身边很多人 看三个医生 五个医生都看不好你的病 如果你有福报 然后一个明医 一指点 开一个很简单的幅 就搞定了 记住 我今天跟你说这个原因 你就知道 如果第二天 有一天我真的病了 看三个医生都没看好我的病 自己就好自为之 对不对 如果那个病 看一个医生 立刻就好的 你又有福 你有感恩自己 你清楚好没有 所以你不会埋怨天埋怨地 人生就是这样 所以你有离职福报 就算我们有问题 就有贵人来相助 如果我没有福报 我遇到问题 有没有贵人相助 靠我自己应对 就很辛苦 所以命运好不好 就关于我们本身 有没有这样的福 所以这个先天注定的事情 清楚好没有 好 其实个人的命运 除了先天的因素有关 与后天的又有紧密的关联 大家都有听到一句话 一命 二云 三风水 四即任德 五独施 所以究竟这个五大方面 含蓋字 何种意义呢 以用我们有所有的君子 记得这五个事 自古以来不变的事 如果我们今生 将这五个事可以掌握有多少成 整个命运就在你的手上 你没有可能的 都可以变成有可能 以五药 我不是说你 五药 百分之百掌握 如果有七八十巴仙 你掌握到 整个命运在你手上 你的先天的不好 后天可以改变 以五药可以配合 就是一个人生的 在一个世间的一生 但是很多人懂得听 但是我怎么去理解这些呢 怎么运用呢 希望今天的讲解可以帮到大家 懂得这些就不用求人了 反正你会帮到很多人 如果你不懂得五药 你下下求人 求人是帮助的 所以这个很重要 好 我们大家来说 排在第一位的就是一命 是讲人的一生 命是第一位 是天生的 不可能改变的 记着一个人的命 一个人的命来了在世间 吃多少穿多少 你的寿命多长 是注定了的 是没有改变的 但是你又懂得如何运用其 运用你的命 如何继续去延续下去 首先你又知道命 我来说 我们的命 你可以了解 前面所说 你有通过很多方式是了解的 用你的时辰八字去了解 或者看指微斗数都是了解 看相 面相 手掌 都是了解 其实很多方式可以了解你的命 记着 只可以让你知道 但未必可以改变的 应该注定了的 你看 我是人手没有办法超作的 孔子所说 不知命 无意为君子 子女的命指的就是先天之命 命就是说你是谁 一生下来便由先天注定了 非猴天人手所能控制的 注定了的 但是我知道 我了解 知命的人 就懂得如何改变自己的命 不知命的人 就顺着你先天注定的怎么走 走到多少岁 就会遭遇什么 到多少岁 就会发生什么问题 你看 意外 破财 犯一大堆不停洗的了 你不知道吗 就照着牌 什么年龄到什么层次 什么年龄到什么层次 你就发生什么问题 所以我们在这里强调 命是先拿来了解 了解了 我正是去 编排 我眉后的魂怎么来走 首先要知道 其实看相的东西 只可以准一时 不可以准一世 相由心生 心改变相改变 所有魂情都改变了 没有说我身体是这样 是不是注定一世的 其实相是最加能看的 今天看准 多几个人看就不准了 为什么 因为相由心生 你的心是恶念 你的魂情就全部转恶了 你的心是善的 你的好魂就全部改变了 所以相由看 只可以参考 不要相信 手掌也是一样 在掌上 明白吗 都是会改变的 不是说我掌文是这样 就是一世人这样 肢里面就有个细节要改变了 所以说相可以知道一个人生的命是怎样的 但是呢 你要清楚就可以了 包括我们的性命学 都是一样可以知道一个人生 从你几岁到几岁 所以我们看三个字 你的大姓 中间那个字 后面那只字 都可以知道你的人生过程 其实在这个社会上 我们知道自己的命是怎样的事 很多技术可以知道 不是一样 很多都会说得很准 看数字都是很准的 拿你身份证来计算 也计算得到的 一个人身份证不是有红码的 有红码的 拿红码的 排出来计算 一样计算得很准的 但是准有什么用 改变不了 没有意思的 你就知道准而已 哇 真是这么准的 所以我看过很多 我教了很多学生 照着技术系统来计算 都是很准的 如果准了 你没有办法改变别人 准了有什么意思 听了等于没有听 没有什么差别 知道而多 心就而害怕 你知道吗 所以你说 命而算而而亏 就是这样 所以很多事 被人先吓了阿伦 你知道吗 说个不好听 是被人吓死了 一吓到你 就准备出钱 你知道吗 如果吓到你 又帮不了你 那你知道这么多 你做什么 我说一个故事给大家听 有一个人很喜欢算命 有一次他找到一个很出名的 看手掌的讯名 是国际性的 很准的 一天就去看 看手掌的讯名 他就这样说 你的手掌的事项上 一生短命 贫穷 不可能发达 就注定了 明白 你的命不会超过四十岁 就死了 你怎样努力 你也是没有办法发达的了 就一听了 那其一生人就是这样 一个是听了 命又短了 都没有机会发达 你以为还会努力 肯定 就一天一天这样过 过了十年 有一天想到 我如何改变我的命运 不可能变成有可能 他就是找一个整容 跟医生说 你可不可以把手掌的生命线 拉长一点 这个没有财富的手紋 可不可以做手术 跟他加长一点 医生为了赚钱 告诉你 跟你做手术 生命线不够长 他要拼长一点 做手术可以做到的 就是说 财富先 可以加长气 意思是 总的跟你做手术 就是做手掌 就这样做 十年后 变成父翁 寿命活到七十岁 都未死 之前那天 寿命活到 四十岁就死了 为什么做了手术 手掌可以做手术 为什么寿命长了 其实不是做手术 而是信心的问题 心态改变了 你说不可能 其实改变了 但是我生命线长了 我不会这么短命的 我的财富线就改变了 我没可能没钱的 是不是整个心态改变了 所以我相由心所生 心改变了 接着你便想改变 运情便改变了 所以我的信命不准 如果刚才之前 你没有去改变你自己 对吧 你如果这样相信 可能四入睡就死了 所以别人说一句话 你爱用你的智慧 去思考我 不可以说你就相信我 所以说你是听了参考 正确 你不可以相信他 就注定了你这样 其实我说 所有的命运 是掌握在自己的手上 不是别人 别人指点你 只是做了参考的资料 让你了解 正确 不要去迷信 就算你找到 解想先生也好 风水先生也好 三个都算得那么准 都未必是 三个都说得很准 都未必是 好 所以命在更多的意义上 可以理解为天父 就是你升天的基础 只是不可不使 我们不要疯忽在我们明中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才华 你怎么去展现出来 发泄气出来 我们用现代话 就说你的潜能 有没有办法开发出来用 所以每一个人的潜能 不要移到别人指点 你不懂得运用自己 明白吗 所以有时候拜访一下 参访一下人家 听一下人家说的 可能会啟发到自己 那我们先天的事 就去展发出来 所以这个就是知道 不要疏忽 所以先天的命 是后天的魂 大意是魂 就是你的魂气 用现代话来说 就是机会 记得 但是你说什么叫魂 如果你不清楚 他有什么感应 不是什么 是你要脆弱 太陽 你不在意 我不是什么 你不在意 看 你不在意 你不在意 不是什么 哪 这 你不在意 是你不在意 是吧 我不是在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